挺过离爱,婚变五大打击林丽阳,终于恋爱,女友是旧时。 52岁港星林丽阳,林丽,人生到现在经历五大伤痛,包含事业低潮和模特儿老婆离婚,交往许久的女伴无预警消失,智友暴毕,去年10月又罹患大肠癌第三期,不过昨晚在脸书留言,我终于恋爱了。 加上今年节演TVB新戏《杀手》,拍完就找到办,事业爱情可说是否急派来。 林丽阳接受香港苹果访问,被问到女友的身份,她说,哈哈,多谢你呀,不过我想留下秘密。 非常呵护这段感情,至于有没有机会闪婚。 她表示,其实最重要是开心,将来的事没有人会知道。 林丽阳向台湾苹果透露新恋情的对象是去年底重逢的旧时,但她暂时不想透露对方身份,只说她三十多岁,是做生意的平民百姓,两人认识二十多年,平时只在微信上互相问候,聊得很浅。 爱情往往突如其来。 去年12月中林丽阳接受苹果专访时,还叹说,这辈子很难再碰感情了,结果一回香港跟女友约喝茶,一见面那刻,就发现彼此都有共同意念,很多事不必多说,就了然于心。 林丽阳说,这段感情来得很突然,是注定的,否则为什么昨天不来,今天不来,那天才来?2019年开始的每一天,我每天都感慨到睡不着。 虽然她每一段感情都跌交,但这次妈妈一知道她有心恋情,说了句,那很好啊,就跳舞去了。 她之前曾被拍到在香港尖沙嘴某间酒店,和一位穿短裙长屑,身形圆润的属于午茶约会,当时她称女方仅是工作上居间仲介的人,不是新欢。 去年9月也曾被拍到与一名长发女签售用餐,虽然处于低潮桃花仍是很晚。